上期说到在阿光的奴隶下 左威终于要和塔尺行阳网络对异 大家好,我是全叔 那天,小亮去参加青年骑士学习会 他在得知父亲今天为了在网上下棋 而谢绝所有访客后有点差异 阿光这时又来到那个网吧 不过三国的姐姐不在 所以这一次需要交钱 在所有设定都点击好了之后 塔尺行阳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左威这边抖下自己的衣袖全神贯注 这是多少观众都梦寐以求的画面 不少对异过的网络骑手都慕名观战 回到棋局上,塔尺行阳认可赛艾的实力 但他确实想不起来是哪位职业骑手 塔尺行阳不会撤回输就引退的约定 但如果他赢了的话 就一定会问出赛艾的真实身份 接着,左威首先发起进攻 塔尺行阳也预判到左威的目的 长考之后他先顺着左威的目的下 并在关键一步予以反击 这样本来不利的形势已经逆转 一开始左威好像一直处于优势 而现在左威开始下的那一手 正在慢慢失去他的作用 这便是塔尺行阳的围棋 另一边小亮所在的围棋学习会 也无意间正在看这场千年的对局 小亮看到塞的名字后彻底震惊 这时续芳正准备去探望塔尺行阳 却发现老师正在网络对异谢绝访客 从提前一天就告知护士的情况判断 这场对局是早有约定 他急忙回家观战 咱们就先不管续芳和小亮 在对局期间对于塞的身份猜测 反正怎么推理都跟阿光有关 回到棋局上,目前局势是 塔尺行阳的黑子占优势,而且也正处于收官阶段 但是面对塞他是一步都不敢大意 通过棋局传来的气势他觉察到 这股压迫感跟新出段联赛时一样 接着左威下了绝妙的一手 这颗白子吃不下 同时挨破坏黑子的阵地 能在此时想到这一手的人微乎其微 对于继续,塔尺行阳每一手都不坏 但形势却在不知不觉间势均力敌 不对,应该是有细微差距 塔尺行阳此时已经看到中局 自己将会以半目之差输掉比赛 而对手枪如塞也是绝对不会失误 因此塔尺行阳选择认输 这盘棋出自1997年5月1日 第22期名人战 由依田忌忌对战林海峰 旁观者们不相信塔尺行阳竟然会输 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看出中局 续芳此刻是觉得难道真的没有办法 小亮则是认为他看到了以前的阿光 而左威终于如愿以偿 完成了这盘跨越千年的棋局 他很感谢塔尺行阳认真应对 而此时既是入局者也是旁观者的阿光有了新发现 其实黑子只差一步就可以反败为胜 然而只有阿光在比赛后才发现这手 左威终于明白 神明是为了让阿光看到自己这盘棋 才延续了他千年的时光 晚上回家阿光正在庆幸 今天是站在对局最核心的地方观战 然后他突然想起塔尺行阳说过 舒尔就要隐退的话 于是第二天赶紧去医院找他 这时的左威已经有点惆怅了 不过阿光并没有发现 来到病房塔尺老师怀疑阿光是撒尔 因为感受到跟优璇之间一样的气势 不过他并没有再深究 塔尺行阳一改之前的态度 他现在很想和撒尔再次对局 不知道名字也行 再往上下也行 这很明显就是7分对手之一难求 阿光也觉得偶尔可以再往上下 但左威很清楚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 曾被暂停的时间杀落又开始流动 而塔尺行阳这边是真的打算隐退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要放弃围棋 没有了一些约束之后 塔尺行阳可以更好地追求围棋 只要身体还在他就会一直下 昨天的队异让他大开眼界 塔尺行阳被撒尔激发出了新的斗志 此时续芳来探望塔尺老师 正好听到阿光提到撒尔 他此时正在劝塔尺老师不要隐退 续芳听到撒尔之后就跑去逼问阿光 因为他也很想跟撒尔对局 不过阿光说自己不认识撒尔 之后小亮也来医院探病 阿光则赶紧趁机离开 续芳跟小亮说撒尔和阿光有关系 不过塔尺行阳如约没有透露什么 另一边不知情的阿光跟左威说 以后还可以让撒尔跟塔尺行阳下棋 不过对于左威而言 已经没有多少以后了 第二天参加三下研究会的时候 阿光跟大家讨论昨天那盘棋 左威从光身上看到了自己没有的未来 之后阿光从报纸上看到 塔尺行阳竟然输了十段战第五局 续芳获得十段头衔 阿光这边很担心塔尺老师是因为 跟撒尔对异后状态不佳才输 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会很过意不去 左威说不看到棋谱不好判断 另外阿光是有注意到 左威最近似乎话变得很少 不过左威并没有多说什么 放学后阿光要去棋院看十段战棋谱 中途肚子饿所以先去吃拉面 在这里他碰到了苍田 恰好昨天苍田看到了那个棋谱 苍田说那盘棋塔尺老师下得很好 有趣的下法层出不穷 整盘棋都变得很有朝气 虽然最后输了却让人钦佩 到了他这个年纪 还能改变下法不断探索 阿光这下也终于放心了一些 接着苍田还顺便提起小亮 他在上月名人战预选第二轮打败小亮 不过本音方战预选小亮进到第三轮 小亮此时还只是职业二段 苍田给了小亮很高的评价 之后威尔清楚自己与小亮的差距 阿光也要苍田签名为由 希望苍田可以跟他下一盘棋 感觉苍田很吃这一套 他们究竟找了一个围棋会所 里面也有不少苍田的粉丝 正要下棋时他们发现两边都是白子 于是苍田提议直接下一色棋 就是把其中一盒白子当作黑子来下 阿光是第一次下一色棋 这十分考验棋手的专注力和记忆力 下了疑惑之后苍田发现阿光不简单 围棺的人已经记不清局势 实际上目前竟然是阿光占优势 不过此时阿光出现一个失误 因为看错导致自己失误很大 苍田这下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他转念一想自己竟然松了一口气 眼前只是一个刚入断 而且还是第一次下一色棋的阿光 苍田发现从后面追上来的人 除了小亮之外又多了一个阿光 阿就在他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自己已经逛季场上的情况 苍田小心翼翼的下了一手 多亏刚才阿光的那个失误比较大 阿光这边很快便认输了 只有苍田只签了一个字给阿光 并说公开赛赢了的话再签后面 也就是说他现在认可了阿光的实力 就在此时电视突然传来 塔使行阳宣布隐退的新闻 这一消息震惊日本围棋界 一瞬间众说纷纭猜测不断 不过小亮和妈妈导师很支持 而且还有不少骑手来找老师下棋 现在的塔使行阳没有什么压力 反而能好好地追求自己的围棋 那天苍田来到塔使家下棋 小亮后面说会努力赶上苍田 结果苍田告诉他如果你只是往前看 那很快就会被后面的阿光追上 之后阿光迎来了职业棋手第一局 在经历过那盘跨越千年的棋局之后 阿光似乎变得更加自信 他的对手被压制得死死的 左翼也发现阿光又成长许多 另一边小亮也结束了今天的对局 他的对手对他的评价是 自己这一辈子都赢不了小亮 自从撒尔和父亲对异事件后 小亮现在脑子也一直想着阿光的事 此时阿光正在和左翼下棋 他很得意今天自己下得不错 回过神爱的左翼却说 阿光刚才的那一部分大意 他对阿光说阿光是赢不了他的 其实左翼想说的是他想一直下棋 因为阿光现在还赢不了他 所以左翼渴望能给他永恒的时间 但阿光并不清楚这些 他回嘴说如果没有自己左翼怎么下棋 这句话触碰了左翼的内心 阿光也知道自己说的不对 两个人这下又闹情绪了 第二天妈妈说爷爷家昨天进小偷 仓库里的东西被偷了 在左翼的催促下阿光来到爷爷那边 他们主要是来看那个棋盘的 结果却发现棋盘上的血迹变浅了 左翼这下明白一切已成定局 阿光这边并没有什么发现 接着爷爷让阿光跟自己下棋 左翼此时让阿光快回家跟自己下 不过阿光觉得跟爷爷下棋的时间少 所以还是先陪爷爷下棋才对 他觉得左翼的时间是永恒的 这时左翼终于说出 自己很快就要消失了 但阿光觉得左翼已经存在一千年 哪有那么容易消失 隔天阿光去参加一个棋院的活动 他是来这边下指导棋的 卢元和续芳也来了 那天晚上阿光指导到很晚 喝醉了续芳过来找他 续芳也是比较开心获得十段头衔 借着酒禁续芳希望 阿光让塞跟自己下棋 左翼这时眼神暗淡的说 他醉成这个样子可以跟他下 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就当做对续芳执着的一种回应吧 然后阿光就提出要与续芳对弈 不过左翼也没有因此而开心 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要消失 左翼内心有两股思绪交织不断 一股是嫉妒阿光所拥有的未来 与其说是嫉妒不如翻译成羡慕 而另一股思绪则更加强烈 那就是他不希望与阿光分开 当初是虎次郎早逝离开左翼 离开前他跟左翼说二声 对不起 这次轮到左翼跟阿光说 对不起 然后他们来到续芳的房间下棋 续芳跟阿光说起跟桑芳打赌的事情 他说那时候他也想赌阿光赢 续芳还说自己虽然获得十段头衔 但要得到外界承认的话 还要看下一次的未免战 接着续芳和左翼开始对弈 那局毫无疑问是续芳输了 我想如果续芳知道真相 一定会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喝醉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阿光就赶紧坐车回家 左翼手上已经泛起荧光 到家后左翼马上要跟阿光下棋 阿光带着赶路的倦意和他下一盘 窗外的驴鱼飘代表这天是5月5日 左翼在想如果说胡刺行成全了自己 那么自己现在就是成全了阿光 而阿光或许以后也会成全别人 无论时间过了多久 都会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在追求神之一手境界漫长旅程中 左翼的任务到此结束了 然后左翼就离开了 阿光没有听到左翼的呼唤 回过神的他眼前空空如也 那一天是5月5日 阿光你该长大了 接着阿光以为左翼是生气躲起来 然后他就去祈愿里找 左翼也没有在优选之间 阿光似乎已经意识到什么 然后他跑到爷爷的仓库这边 棋盘上那个只有阿光看得见的血迹不见了 结合之前的种种情况 阿光终于察觉到难道左翼消失了 之后他问爷爷 灵会因为什么而消失 爷爷说完成心愿的话就会往生 于是阿光再次回家寻找 因为他认为左翼还没有达到神之一手 然而棋盘的对面依然没有人 接着阿光就开始想 左翼会不会去了虎四郎的家乡 他一定要去找左翼问个清楚 第二天阿光在路上遇到和和先生 他决定跟阿光一起去广岛献阴岛市 那是本音方秀策的故乡 他们首先来到本音方秀策纪念馆 阿光在外面没有看到左翼 纪念馆里还摆着秀策的棋盘 阿光在秀策的墓前有点不知所措 看来现在只能继续找了 接着和和先生觉得阿光喜欢秀策 于是他安排去竹园的宝园寺 据说秀策曾经在这里下过棋 那个棋盘还可以亲手触碰 不过左翼也不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跑了两个地方 结果可想而知 和和趁着午饭时间去棋馆下棋 阿光此时还在敲城中 不过他觉得说不定左翼已经回家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一定会带左翼再来这里一次 接着阿光来找和和先生回去 结果和和先生跟对手周平有一点争执 主要还是各自支持的棒球球队不同 此时周平看到了阿光 他在报纸上看过阿光的新出锻炼赛 周平是国际围棋越鱼大赛日本代表 简单理解就是越鱼选手第一名 和和看不惯周平的态度 他拉着阿光跟周平下棋 然而在对异中途他从老板口中得知 原来在东京也有袖色的木 阿光越想越觉得左翼应该在那里 所以他的棋也越下越快 周平刚一落子阿光直接跟上 其实阿光是利用周平思考的时间 疯狂计算后面几步的局势 而且他的棋力本身就比周平强 这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压得周平已经喘不过气来 在场的观众也是木凳口呆 最终阿光获得胜利 他习惯性的回头问左翼 然而左翼早已不在 之后周平开车送他们去车站 他觉得阿光以后前途无量 阿光的下一个地点是本庙寺 那里有袖册在东京的墓 阿光在一堆墓碑前 无助的呼唤着左翼 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 回到自己的房间 阿光想起何而说过 围棋的事情还是应该去棋院 于是阿光又来棋院找了一次 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左翼会消失 接着阿光遇到一个工作人员 当阿光问起棋院哪里能看到零时 工作人员带他来到古代棋谱收藏室 接着他帮阿光找出秀赛的棋谱 阿光开始仔细认真阅读 这一刻他才理解左翼有多强大 他甚至觉得应该早点让左翼下 那一瞬间他明白虎次郎就是这样做 左翼与虎次郎相遇的时候 虎次郎是能看懂左翼的实力 自己一开始什么都不懂 所以只会抢着要自己下 即使后来知道左翼有多厉害的时候 却还把左翼放在一边 阿光无比痛恨自己是个大白痴 打从一开始就应该让左翼来下 他祈求神明让时空回转 他再也不会抢着要下棋 那天晚上阿光哭得很惨 他再也不想下棋了 自那天起阿光没有再去对局 和谷和小亮都十分担心 阿光这边还在祈求左翼回来 也许他觉得只要自己不下棋 左翼就会回来下吧 小明能看出阿光最近情绪低落 阿光连森夏老师的研究会也没去 布川围棋会所那边也一样 之后小亮直接来学校找阿光 他是来问阿光为何无故缺席比赛 当阿光表示自己不再下棋时 小亮根本无法理解 阿光明白小亮冲进的是左维而不是他 但是他没有办法再让左翼下棋了 阿光伤心的跑出去 虽然他是为了追赶小亮才走上职业骑手的道路 但左翼的离开让阿光无法释怀 我是全书 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 我们下期一起来找左翼吧 阿宮 阿光尔 阿光尔 感谢观看